的需要或者说基本上根据客户的就是我们会员的一个需要 然后前几次有这几次我们做了几个比较直接的可能有一个有保险 另一个就HR方面还有一些就真正跟会计相关的一些活动 所以现在新的一年马上要开始了如果有新的会员在Brisbane 然后在或者重新你转到布里斯班 需要跟我们联系的话可以在这边留一些联系方法或者说留一些微拆的信息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你发布一些最新的活动 然后基本上我们这边也是保持了就是说基本上会员是免费 然后如果非会员的话大概15到20块钱 你看当时的活动的内容也好 然后活动的一些文件或者说活动的一些场地或者费用也好 尽量我们会尽量争取一些 尽量争取一些就是免费的一些学习机会 但基本上这些请的这些会员或者说主持人也好 基本上都是很背景 或者是妈咪同事这个是妈咪的老板 他们现在还在工作 今天之所以我们会选 也是在过去就是我们参加过CPA的一些活动 或者说一些其他会计的一些活动 就是我们经常被问到的一些问题 因为Dylan这边也是Dylan就是跟我们大概就是合作很多年 大概8年 然后8年从基本上我们第一个团队的成员 他在过去7年8年之内就说基本上做了有培训 主要做ZERO软件的培训 对然后就是很多客人或者心理员工来的时候都会对写 只有一个人 需要一个基本的了解 然后切入点是很关键 或者说这个师傅也是很关键的 他在带领这些新的会计也好 新的客户也好或者说新的一些我们公司的成员也好 他的切入点就很到位 而且就在过去一段时间 不管我们参加活动 或者在内部也有很多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作为会计新生代的会计都说现在电脑要取代会计 那我们要学什么 这个东西都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就想那我是不是要去学编程 是不是要学很多其他的特别复杂的一些程序 但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工具都已经很成熟了 就是说对编程方面的要求会比原来降低一些 但我们接触的数据其实不比原来少 所以就是也是引发这一点 就是我在跟Mac也好 Vivian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同事也好 就是在讨论过程中 不如我们就是开始一个新的一个谈话的一个主题吧 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会计来讲 哪些技术需要学习 然后对我们将来也好 转型也好 或者说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也好 就怎么样才能更直接的帮助我们 所以就是我们展开了一个话题 所以呢今天我先在这边就是先 先跟大家就是先讲 就是说第一次这个照片 我选的照片也是有 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有点像我们会议会展 麦克良先生 所以现在就是也是通过这个来说给我们一个引发吧 第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其实很多我们作为会议来讲 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迪伦也讲也是就是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个学习 迪伦呢就是在立的会计呢也是 他第一份工作 也是我们沟通方面也有很多的就是完善啊或者说一些改进 然后迪伦也在学 不光会议方面的东西也在学了很多不同层面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也会安排一些 呃软软件方面的一些呃培训或者说一些 然后就是说现在啊 技术方面就是说我们都分析类 就是为人主事啊 这可能是从我们第一天开始上学都已经开始学了一些东西啊 啊就是比如说像啊 其实这是我们真正的一个人生观或者价值观的一个简易过程 我在国内就是在刚刚毕业的时候 其实在学校里面或者接触社会之前对自己的一个人生观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判断 其实是一个不长处的阶段 呃通过来澳洲工作学习 然后创业的这几年 然后会一点点建立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但是你再好的一个会计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一个技能的话 或者一个没有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很好的原则性的话 呃后面的一些技术再好的技术对对你的以后将来的一些发展都会有阻力的 所以你现在我觉得就是个人呃 情商方面时间管理方面其实蛮大的一个呃 好会计跟快普通会计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呃另外就是说可能会我们会学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这边呃 也有很多同学同学在问我cpa cpa之间会有什么呃 区别或者呃哪个好或者哪个不好 其实我觉得真正以后你要找工作或者说呃以后要呃 做会计这行的话cpa对你来讲 啊没有真正没有真正特别大的不同 而真正看你喜欢或者说你的呃呃你的那个mentor是对那个行业比较熟 然后多利用呃协会的一些资源我们会计协会资源也要利用 然后会计师协会资源也要多充分的利用 这是才是真正不然每天付这些年费也是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这个我觉得要用 然后另外可能你们会慢慢接触到如果是真正啊刚刚毕业的会计 或者说没有在寿所做的一些会计的话 我觉得你们会可能会需要多留意像啊啊啊就像比如说啊 ntwa 就是national tax accountant association ntwa和knowledge shot的这两方面的一个呃培训 他的培训呢是在给你最新的知识 而且呢他是在集中在经常是集中在一天或者webinar的形式 把这些呃已经处理过或者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概念结构会推理你 我觉得会很有效一天的时间会让你接触到很多很大很大量的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的话我觉得是对我们工作也好 或者说学习的过程也好是非常有效果的一个过程 而且有CPD呃 所以后面后面屏幕看不到是吧 现在我不然转到呃PPT这边 稍等啊 我先把BUD放出来 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在聊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时间 然后刚时就讲了一些时间的一些管理啊 这些情商的一些 还有英文可能就是很多大家都不介意东西 英文其实我觉得不一定非要说的特别标准 只要能沟通到 这些都是可以可以达到效果的 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可能会需要啊 留意的可能是ntwf knowledge shop这些啊 方面的一些咨询啊 如果你在事务所里面 其实这些机会很会很多 比如说他想graduate的一些program 还有一些课程的话啊 你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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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应该提出来,尽量去争取 另外就是说,还有就是说 大家可能一直说税法各方面就是 第一个想到会是ATO 但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说ATO会有一个 Hotline 就是如果是tax agent或best agent的话 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号码可以打电话去咨询 他们 然后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 但这个咨询完以后我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忘 就一定不要忘就是把 有reference number 所以低了你就应该知道 这个reference number就相当于他们的一个 给你的一个批号一样 就是一个证明 一旦你这个reference 就有一些 就作为产生的后果也好 有一些文件数据 还有一些税的 增加或者减少也好 也是有允许的 所以对你来讲是有一个保护性的 不然的话就对他们打电话其实是没有 没有实际帮助的 所以就说这个reference number一定要要 ATO hotline的地址的话 电话的话也根据你 希望你根据你个人情况 去ATO去网站去找 其实这个不难找的 hotline会分两类 一类就是general hotline 叫business 可能那个排队时间稍微长一点 另一种呢是 ATO tax agent 或者best agent的一些hotline 他这个只需要打的时候 他也不会真正去问你的电话是什么 他只是问你的text agent number是什么 所以这个的话 看你想怎么用 然后他打完以后会大概有几位 三位四位的一个热线转播的一个 转播的一个号码 快点speed number 然后这个speed number会把你带到他们内部 所认为的专家里面 这些专家不一定完全能达到达到你的效果 或者真正能帮到你有可能他很多东西还要问你 但他会给你有官方的一个回答 他如果不会不会回答你在当时不会当时回答你的话 他一般也会说我怎么样 可以跟你在渠道联系怎么样会给你没电话 所以这个 这个咨询方面其实也是比较权威的一个 一个渠道吧 而且是免费 对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 而且另外 NGWA跟knowledge shop 他们本身也是有 日常的一些咨询 咨询服务 咨询电话 NGWA如果你是他的会员的话 每年大概有三个免费电话 有电话就是说你可以上网要求他给你打回来 大概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内会打回来 对然后就是说你跟你说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他们的回答会非常快会非常专业 而且会把你需要的联系的一些reference 就是说一些supporting document 像这些文件会发给你 knowledge shop 其实他就相当于是用他用的 服务平台是 link desk 就一个support desk 你不能打电话 但你可以上网求求助 他大概月费是大概450块钱 所以他的费用会比较高 但他的问题数是不限的 他基本上是 我们 办公室里面大概11个人 每个人都在用 每天其实都会有一两个问题 会去问他们 他们所做的会 不会给你一个判断 他们的 写回来的东西会非常的官方 但他们会给你一个省你的时间去做一些reference 会去做search 方面会少一些 所以这几个资源我觉得大家会需要用到 另外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些 谈论的一些话题就是我们所要 接触的数据 我觉得我不知道跟Dylan就是说看怎么样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 学习或者生活的过程中啊 很大的一些数据我们一直在谈论数据然后 Zero也好 Quibbook也好 Excel也好 从对客人 最早原始数据我们收集到然后 整理到最后一个报表 其实他的 整个流程是相对固定的一个流程 是 对 基本上 首先原始数据是 客户 客户是中断 他一定需要有拿到手上的 要么是纸质文件或者电子版的 他们的原始数据 归类分析 无论是通过哪一个软件 来做录入 那始终都是一个工具 无论是用哪个工具 只要能够起到相应的效果 能够把他的数据做一个归纳分析 那就是有效的 那拿到我们会计手上之后 只要能够确保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不会说随时会被修改到 那其实就已经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些基本要求 对 在这个我觉得 现在这些信息要求 所以现在就是基本上分 我们的需要 也是就是从 最原始的数据收集 然后 这里面可能就是后面我们在 谈论这个数据 就现在 比如说最原始的数据收集 可能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了不了解 就几个软件 就是一个是Receipt Bank Receipt Bank 基本上就是现在我们手机上用了 就我们 比如出去加油 做有一些邮票 其实很多客人最大的苦恼就是说他怎么存这些 数据 只是文件 对只是文件 而且就是我们之前之前的很多客人就说经常是 日文件放在鞋盒里面 一两个月以后就看不到了 现在就是说 还是有很多客人会给我们 小片数据是吧 是因为毕竟ATO始终也有他自己要求 对 一定要有5年的Receipt Bank 在这一方面 然后为了满足他的要求 怎么招 这是一个法律规定 所以这样的话 所有的文件 那是必须要留好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出现任何文件的损失 并不是自己主动的 比方说像是 WOWOWS COST的小票 是最直接的 这些采购商 这算是采购单据 在采购单据 如果说是保存不是特别恰当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一周的时间 可能所有上面东西都会磨没了 那如果说是甚至如果说你都已经是每一次一买回来就放好 但也可能差撑不到5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用到一些这些 supporting的 add-on的一些软件还是好用的 其实 我就不担心 像比如说加油票 或者Cost那些 如果他去拿哈维多门去买 来个鼓励机或者很大型的一些东西 就非常被动了 而且 数据很来 你查你的时候也会很少 他大部分也是让你把它scan回来 你这要scan就已经去不然看不到 所以现在扯的比较远 但所以就说现在recipebank或者说 Hopdog它是两个软件 基本上是用你的电子数据来采集这些文件 帮你保存这些数据 也好 现在ATU也是基本上接受电子文件的保存 而且电子文件的保存 其实你保存 如果存到云端的话 其实不要说7年5年 十几年20几年 其实表数据没有删除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很安全的保护 而且recipebank和Hopdog 他们现在这两个软件基本上是 功能方面不一样 Hopdog可能更方便 它是去管理方面也好 或者它可能去拿银行的bank statement 这是我们用最多的 就是Hopdog 而且就现在 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客人 然后我们最难最难 或者经常要催的就是一个bank statement bank statement 如果是回老客户一般还好 就是他下载方面各方面都会比较理解 华人科或者我们跟他讲3k呢 或者银行队账单 他们能拿一个 什么来着 我们要转的来着 我们要转的来着 对 而且就这个拿不到的话 而且就经常是需要两种文件 一种是cfc 然后一种是pdf 怎么样解释 然后可能 很多客人回来就是 给我们一个截图 手机全 我们现在手上没钱了 你还要要bank statement 所以这个就很尴尬 所以就是这个 Hopdog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他有几个 支持了几个四大银行 他都基本上支持 还有Bendigo bank 还有一些 还有几个小银行 他其实也是支持的 他基本上会帮你每一次 bank statement available的时候 他会帮你下领分文件 一份是pdf 一份是csc 而且根据你的需要 可以存在你的 Hopdog 就是online的一些 比如说Dropbox 或者说OneDrive他现在也支持 所以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数据收集的一个过程 会省到 他的费用大概 二三十块钱一个月 但会省到我们几个小时的时间 是至少了 客人也会比较 放心这些 处理文件处理方面 receipt bank 其实他的费用也差不多 大概是二十三十 但他的强项基本上是在 摘取数据 每次自动识别诊单 对 他主要是就是说在他的自动识别方面 目前还算是比较领先 Zero也在尝试 但是receipt bank 目前算是比较领先的一个软件 他可以通过一个比较方便的方式 就是手机下单软件 然后直接拍照 这样他就会上传 上传完了之后 开始自动识别 是哪一个供货扇 然后是存 可以把你识别进 你如果要想要把你拿个account 有没有GST等等 他都能自动识别 这个是挺方便 特别是Costa 有一些他买一些 或者一些菜店 他买的有没有GIT 多少GIT 然后 有一些文件 他是美金账户 或者美金支付的话 他也是 对 识别汇率 还有汇率的状况 你可以通过设置来完成 就是说想要用他自己可以抓取 单天实施汇率还是按照我们在软件里面设置一个Average Exchange Rate 等等都可以要我们自己来设置 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有些大公司他们要做员工报销单 他这个也可以就是说如果你上传一定文件以后就选经大概5张10张或者他所这个月需要报销的文件 他会生成一个自动的一个报销的一个账户 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实际方面 省时间了 这个是这一段时间 其实像这一段很多时间都是会 会发在成本 比如像bootkeeping 他一些单独的成本 这一部分就像大家说的 其实这部分 我们会发现bootkeeping各方面会越来越少的时间 而且这些只是一个过渡期的一个时间 就是真正以后有blockchain 或者他有一定的数据沟通 API有了以后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用打出来 他已经自动把你识别出来 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过渡的时间 过渡时期的一个 但其实还会帮我们什么时间 另外有些可能经常我们常用的就是unleash 还有thing7 还有van 这些都是 不同软件 就他的软件平台来管理库存也好 来管理销售也好 Foxy也好 他这个好处就是我觉得他是跟quickbook 跟zero 他都可以联系 而且他就比较准 就是他的操作各方面 你也不会担心他的库存准不准 只要他的操作正确 其实他的数据还是很准的 当然就是说这个就是同样 对我们用户来讲 操作方面也是确实是要求表达 需要严格 需要严格一些 不然如果在初期操作 毕竟是原始的数据收集 如果在初期操作中就出现问题的话 推到终端最后 无论是到zero 还是到我们最后会计拿到手的时候 数据都是不准确的 对他如果是记错了 我花了更多时间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 如果有一个你的 也好你的 互助也好 如果他们真正要 操作这些事情 或者真正要进一个新的系统的话 一定要规划好 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去计划 然后去改变 如果是哪些 流程需要改变 哪些流程需要抛弃 或者说这个软件真正适不适合你 然后这个我觉得需要花一些时间 去规划的 需要提前准备 尽量不要太参促 现在下周要开店了 我们赶紧先选个系统 那不一定会实用 对 但就是说现在就 你看现在就是这 我们都有 不同客人在用不同的平台 我感觉 其实 他的 设置 或者真正的 上手 其实是最快的一个 但他只有前端 他只有前端 他的库存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的一个功能 Unleash的话是 居中 他的就功能需要全 但他没有扣西的前端 他的用法方面就是基本上是 进出口 或者库存管理 然后库存的一些 分配然后成本计算 他这个功能是蛮强 但也很容易上手 最难的最难的 我觉得是Synth7 Synth7 又有前端 又有后端 然后还有一些中端 比如说他在付房那些 对 靠多系统 对 所以这些我觉得Synth7 Unleash 或者 Den的话 几两个月能上 系统 应该我觉得不太担心 但如果Synth7 你想 几个月 或者几周之内上的话 我觉得 我宁愿不上 我宁愿就是说做Excel 可能反而到安全一些 一定要规划好 我觉得 好 然后下一步 就是说我们数据 数据一旦有的话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数据分档 一个 管理软件 这个软件的话 可能就分两大类吧 我觉得一种的就是说基本上是 我们小生意经常用的 像Quickbook Zero Mile 还有一些免费的 就是在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软件还有没有 就是那段时间我看到一个Viz 当时他的bank fee 就是他强的时候 他的bank fee 他也就是在澳洲银行的一些 但这个公司是美国公司 当时这个软件最大的优点 他是免费 然后他就是帮我们 就是说但他经常是你用着用着 他会谈出一个宏告的 这个是我比较 你比较讨厌 我说万一他把我数据带走以后 因为我们用软件的过程中 其实很多就经常没有 读的一个文件 就是Termal Tondition 这个文件里面数据 水太深了 我觉得像Zero也好 Quickbook也好 他们 相对来说 比较成熟一个软件 在澳洲本地会 有一定的 保障性 因为他生育要有一个保障 如果有一些免费软件的话 他可能会好用 会满足一些要求 但我觉得还是稍微小心一点点 后面会讲到 其实会库最近做了很多免费或者一些推广 他的价钱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 另外就是可能我们现在会员也有很多会员 他们会用的Arable也好 Saf也好 Microsoft Dynamic 还有Netsu 他都有很多 不同的一些软件功能 这是哪位小朋友在画画呢 我们先不管了 我们先这样往前走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的一个平台 就是Mild Enterprise 因为Saf也好 Microsoft也好 他强的方面基本上是强在他的 物流系统 物流还有其他功能的一些ERP的一些管理 真正财务系统的话 他们的沟通也好 他们的构架也好 其实 Reporting方面 特别GST 还有一些降低 只有在澳洲产生一些文件 其实他是 其实实际上还反而倒不如 像Zero Mild 或者是 Freakinbook 这样好一些 但Mild Enterprise 他这个级别 他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级别的一个软件 他这个软件的话 他做大型公司 特别是财务方面 比较 依赖的话 他的功能会很强 很强大 而且他的支持 同一个软件 同一个登录 他管理不同的 A-B-N B-S 新构XFero各方面都会很 很成熟 所以如果是有大公司的话 也是 也是更多的话 如果是大公司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 一个implementation 这个Mind的话 一定要希望好 下一步呢 就是我们一旦把数据收集好 归档 然后数据我们要验证 验证的过程可能就大家 不是所有的会计 或者说不同 不同职业 或不同行业 或者说不同位置的会计 都会了解的一个 问题 这个可能会更多的 偏执到审计 跟 Public Practice Accountant 这方面 因为他需要每个数据都有一个相对应的证据 内部会计经常会做的一些 相对比的一些数据 会做一些 但他的要求 不会像外部会计要求的那么严谨 或者是 那么真正的一个 苛刻那种感觉 因为 因为 即使 因为这种 他们所需要的这种 性质也好 所以他的很多 软件公司 他们做这种软件是特别的 因为audi program 还有work paper 是每个公司都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 原理是一样 但他做的东西又不一样 所以他 我们过去接触过很多 比如跟 我们会长 就是麦克也聊过 他很多 一些文件 比较难的一些 consolidation report 其实都是在 Excel里面完成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能会 下一步就讨论到 就是说我们真正 快据要学的 Excel 还是有学 还有有学的必要 Excel的 学习过程 其实他分了几大 他这个过程就不是 像我们学习 会有一个毕业的过程 而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实用的学习 对 就跟我们 Excel谁都会 也有可能很多人都会讲 他们的skill是advanced skill 但真正就是说能做到advanced的话 或者他学习过程的话 其实是一个 不同阶段 不同学习的目标 或者不同学习的结果 这边我可能就 更多的想让大家 Excel formula 一定要知道 Vlookup 或者是这些最基本的 CountEaf 或者说 PivotTable 这些是最最最最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因为刚才 Dylan刚毕业的时候 其实PivotTable 也是不是 不是太熟悉 然后 他这几两年就用的是PivotTable 其实比较省时间 会有 比较好 操作 或者说 比较有一个好制定一个Template的过程 毕竟 而且 甚至说到最基本的 还是有很多Client 他们自己的recall 就是在Excel 那还是需要使用到PivotTable 对 或者说是一些服务 至少做到比较熟悉 那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不然的话可能可以慢慢研究出来 但是那一个工作的时间就会被拖得很长 而且就是我们数据经常要改 然后你做完一次PivotTable 或者以后 一会我们再讲 就是说有一个 PowerPo 还有Power Query 就是它是 基本上你做完一次以后 你的数据结构 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的情况下 就是你的报表其实会很准 会避免了很多 用户上的一些 错误的产生 这个如果是大家感兴趣 我觉得就是Terry 就是在我们群里面 一直有 Terry老师一直有在推这些活动 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 可以看一下 至少要了解这方面 比如说像 PowerPo是什么 PivotTable PivotTable它的局限性是什么 如果PowerPo它能做的话 或者Power Query能做到 怎么样一个省时间的一个过程 而且之后我们再讲 如果是你在大公司里面做 比如说 国企 然后你们的系统有用Sav 然后公司有用Sav Oracle 我觉得你要PowerBI 如果不熟悉的话 也是很大的一个劣势 所以就这方面我觉得 这方面我们是要学的 真正像原来旧的传统的一些问题的话 比如说传统一些问题 比如像 比如说就是平常我们就用一些Excel 各方面 这些我们至少知道 然后平常我们 真的要大的Report 其实这些会大数据方面 分局上会 快很多 下一步就是可能我们就是 报表 汇总 这个汇总的话就是像我们平常做的Finance 这个就是我们在收集数据整理数据 然后在验证数据之后 会计真正要出的一个报表 这是 真正有一个大家有一个结果 会有一个数据的一个产生 而且其实在报表的 这个阶段 就不同阶段 这些数据收集过程中 总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报表 这是我们 经常也会 可能是往往会忽视的一个 环节 所以如果是像传统的一些 像 Vatial Basic 或者Basic 这些不用逼着自己去学 其实这些如果有程序员的话 他们很多数据 会帮你做的很清楚 而且 Power BI学起来 或上手起来 PowerPair也好 他会上手会快很多 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 学习或者编程的一些 IT的一些背景 没有这些背景的话 其实都会做到 现在还有就是ML 他在问像编利店这种每天的销售 库存这些软件都可以track吗 编利店要分 我觉得编利店可能要分 两大类吧 一种是可能是franchise 或者是加盟店 然后他们这种店 比如像7-11 他的 库存系统基本上你是不能动的 然后 对他们已经基本上 franchise 已经说必须他们用这些系统 然后另外像 IGA跟 WOV 还有 他们像这种 他们是比较灵活的一个加盟店 但他们的系统相对来说 其实也是比较 标本上 那是内部 对但如果说是 但凡还有就是说 第二个 如果说是私人的话 那才会考虑说有使用这些 比方说 现在我们的unleash 但如果说只是普通的便利店 那肯定是不会建议使用到unleash 17 当然是vend会更适合他们 对对 操作起来简单 他也支持所有的barcode的这种 扫码的过程 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些基本的 库存管理 他也都还是可以使用 包括最终 在6月30号之前 或者说是每个月 每个季度等等 按照自己情况而定 需要来做start take 的时候 他也都能支持 实际的盘点 然后在盘点过程中 可以通过iPad 或者手机也好 他就有 适合的软件 对对对 自己内部的 然后他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就可以完成你们的start take 以及adjustment 他会把所有的数据都同步到他vend的系统里 再推到对应的 如果有相关APIk连接的话 再推到对应的会计软件 对 会省一些时间 是 OK 那我们现在就讲下一个 那就现在进入到今天的主要环节 可能就是现在会计软件的一个 省时间的办法 然后因为时间比较 比较紧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分了大概四个方向 批量处理 批量处理其实在 Mile 其实我们就现在选两种文件 一个就是云端的 QuickBook 或者另一个对比的就是Zero 他们之间 其实实现的功能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我们只是选这个两个软件的 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用会用的比较多 实际上比较没行 做广告做的比较多 然后大家听的也比较多 然后可能会 发现就是他们用起来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会比较顺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屏幕 稍等 好我们现在就 回到了就是说现在的桌面操作系统 我们现在说第1个是 批量处理 现在就比如说现在 批量修改 批量修改的话 我们先从Zero 开始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Zero的话 如果说是在 Zero中要想达到一个批量修改的 效果的话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在Accounting 这个section下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 Final Recall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Zero的这个 软件里面想要拿到这个功能 比方说这个Final Recall的功能 必须要是有 Advisor role这个权限 没有这个使用权限的话 那是就如果比方说只是Standard Standard user 然后甚至比方说Read only 等等Pair only 那这样的话肯定是看不到这个功能 必须要是Advisor role 那这个Advisor role的话 也是需要注意一下 不要随意给到 太多人 因为这个就像他可以有像这个 比较强大的 比较强大的功能 Final Recall 它的意思呢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批量修改 那 我们进到这个界面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 在PDF中 在PPT中 其实也有看到 其实在这个批量修改的过程中 可以添加很多的 的条件 来 这个条件 如果要添加越多 肯定就是为了越narrow down 你的这个 设计的结果 但如果说像我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啊 就是这个客户 其实他纯粹就是把所有的 都记成有JST了 那我们这边 一个比较简单的过程就是 其实不需要去做太多的 所以不用去做太多的 这个 设计的过程 因为比方说你可以通过 Found 它是在哪个day 它放去了 它是哪个status 然后呢来做一些更narrow down的 设计 但比方说像我说这个例子呢 就只需要设计 我的account 对 最后一个就是他就如果你的 之前的上一个台证年 或者有一定时间已经被锁住的话 其实你也是找不到这个 找不到这个 对 他Zero中他有一个这个 所 lock date 这个 方形 就是说为了 不要让大家在报过bats 甚至是报过tact return 之后再反过来修改任何数据 对数据保护过程 一旦被lock date之后 那通过这个final recall是找不到你想要看到的数据的 那这个只能说是这个在单下需要修 能够修改到的一些数据 那在这个比方说我们通过查到这个bank fee 就可以设计出来 好他下面其实可以看到有这个4条transaction全部被计成了JST onExpense 同时我们可以确定所有的这些bank fee的内容应该是不包括JST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选 来通过点击recall的方式 来选择你想要直接修改该transaction 还是说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的manual journal形式来修改他 修改的内容呢是只会有4个内容 最基本的3个内容是你可以修改他的contact名字 比方说像这一套 这套example里面他的contact名字是可以被修改的 因为他的这个名字被duplicate 命名了各种不同的有NAB 有bank 有bank saving bank 那可以通过直接这个contact形式就把它统一改成NAB 来避免duplicatecontact 出现 那account呢是不用更改的 他确实是bank fee没有问题 唯一需要改变的就是他的tax rate 需要把它改成gst free expense 那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批量修改的功能 达到这个效果 并且呢我刚才选择是在原单据上直接改动 不会称成新的manual journal 但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 外部的会计 或者说是第三方 那这时候可能不想直接改动到原数据 那就需要选择通过manual journal的形式 对 这样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 你是单独做了一个修改 那在这边呢唯一还能再批来修改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稍后也会说到的 是这个自由领域有这个checking category 就是为了 我们来区分一些不同的特殊达到要求 比方说区分分店 按照地址啊等等 我们稍后会说到 那这个finery 也有一个限制就是你一定要注意的是他只能改动这四个内容 但凡想要再改其他的 比方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个 批量 采购的单据的 involve state 都不对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description方面想要修改 那都达不到 这个方面的只能是更改contact account的tax rate 以及我们最终的checking category 好吧 还有另外我想问就是说在Zero里面 大家 用比较多就是两种 GSE code 一种是tax free 然后另一种是bast exclusive 做出来以后可能就感觉差不多 但真正会对我们的bast 或者各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这个tax rate这边呢 如果说像是我们看到刚才Jerry说提到最常见的两个 就是一个是有GST的 以及一个没有GST的 因为我们像是expense 那如果说是bast excluded 如果就选择了这个tax rate 他会造成那个选项 他会造成一个后果 就是在Zero中直接跑出这个activity report的时候 他就不会被包括在内了 那这边的话是需要注意一下 是根据一些会计的基本要求 比方说像是这个bank fee 对他bank fee或者说是interest interest,income,inship,expense也好 那这些呢你是可以酌情考虑的 他是需要被包括在你的bast报表的G11 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total non-capital 里面 还是说其实是他可以不用被包括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是bast excluded 还是bast just the free expenses 那bast bast 公司里面经常是哪些codes 主要还是位置部分 位置部分以及就是说这个lawn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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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完全不被包括在这次bast的这个report计算中 没有 没有买卖 对对对 没有jst 好的 好的感谢 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下那个在这个功能 其实在 quickbook里面也是有实现的 这是我们平常quickbook的一个登录一个界面 然后我用的company 是 DemoDemocompany 这个公司现在就是说我们一般进来以后会看到几个界面不一样 Zero里面的界面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放在上面 在上面 基本上不用再取代其他地方 但在 就是在quickbook里面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说在这边就是日常我们常用的一些 花费也好收入也好 还有一些就是平常用的一些报表可能会经常在这边会比较多 有一个我功能是很久才找到一个功能也是感谢Lily 帮我就是他现在就是找到一个 cannon tools 这可能是经常我们会要用到的东西 然后现在呢就是classification reclassification transaction 这个呢就是 比较关键的 这个就是 要找 然后要改 改一些数据的一些 东西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cannon for management report 这次我们时间太紧了我们就不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会常用的就是说是chartable account 这个我们可能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些 设置方面会在这边 这次我们就在classification 他的基本上呢 他的原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他的工作就是流程就是他可能要分 就是说你要balance sheet和pnl 然后找到这个account以后呢 然后就说你 这个是我觉得是 比较好用的东西 就是说他这个呢就是想 你可以改 他的base cash base 还是crew base 这个就平常可能我们感觉不到会影响什么 但其实真正到 financial的时候 你的accounting period 是 accounting base 或者cash base 或者说你的做bath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蛮 这个一定要注意要做 然后另外就是说像我们这边还会讲到就是 reclassification transaction 日期 日期 然后我们要选一个日期是在哪个财年 是不是在这个财年之内所产生的这些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说他的tap 他的tap就是jasmine note bill 这个是跟 就是功能 基本上很类似的一个功能 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 不用担心 这么多 然后另外就是说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filter 比如说我们的gst 如果在 我们假设就像刚才讲的 Dillon讲如果是我们在bank fee account里面发现有gst的问题的话 呃 我们不用选择filter是 哪个customer 或是谁 就基本上选择所有的modify 然后 是谁modify是谁改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改 然后一旦翻到filter 翻到这些translation的话 就因为是demo company 所以现在还没有这些信息 一旦有这些信息找到的话 你也可以batch recall 其实这个方面 这个他们 这些省时间的方法 其实都是比较 比较好的 共同的 对 他都是为了会计总是会碰到这些问题 所以他就有了相应的这个功能产生 那都是很实用的 他而且就是在 他之所以 我觉得 那个他的那个 batch record 他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东西 就是说因为如果这个bill 是被pay掉的话 他的account 还有gst是不可以改的 但在这个fine record 里面是可以改的 所以这个事也是 所以之所以他是为什么给的那个 account的这个权限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个 会省到我们时间的东西 然后同时在quickbook里面这个功能是基本是 一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觉得 都能实现 改批量改的话 经常有一些不负责任官 有一些 客人也好 或者输入 也好 就是whokeeper也好 就是他经常会做很多东西 或者是错的 而且他错误的 点可能是经常是重复的一个过程 所以用这个功能 会帮我们长了很多时间 现在我们下一个是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呢 基本上其实我们所做的就是在quickbook里面要做的是report standard report呢 可能一会我们还会看到class report 这些我们都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相通的 但在management report这边呢 是我们想平常可能会计要做的 比如说他叫的special purpose financial report company 这个跑出来的话 就基本上是我们会计最后年底要出报表啊各方面 但他的 格式啊或者说一些分类方面就相对比较简单 然后quickbook他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呢 他其实跟logit会签了一个协议 如果你一旦有10个客户是在用quickbook的话 他可以免费使用logit 所以logit他的财务系统啊 或者财务报表方面会强很多 然后这边我可能就通过基本的一些概念 就跟大家讲就是有几个文件 在出报表的时候一定要有 也有可能你平常没有注意过 如果是内部快的话 compilation report 这个东西就其实是一个 会计的声明一样 其实这个是在会计审计啊 就是cpa也好 或者CA也好 他每年的审计的时候他都会注意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把最新的会计标准 包括在这边 你去根据什么标准来发的这个报表 所以315 315跟110呢 这两个其实是必须要包括的 而且他 他也declare 就说我们这个report呢 其实只是为了 客人去 做了一个报表 而不是说真正 general public 一个general purpose report 如果要做general purpose report 就找mac 我们的会长 mac做的很专业 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report呢 一般是普通会计室事务所呢 一般就是说的 他需要声明我们这个不是一个audit entity 然后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呢 没有说真正 我们没有去做一些审计 但如果我们一旦找到任何不对的一些事情的话 我们也会提出来 这个也是我们 这一段时间发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客人就是或者税务局也好 或者相关机构也好 对会计的要求越来越高 不是说像原来就是客人签字 我们会计签字 所有的责任都是会计 客人去负责 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个dual care 就是说我们至少要保证一个数据的准确 或者一个常理性的一个 准确性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注意这方面report 这方面的一些 文件的一些书写 这些格式方面还是要慎重 然后另外如果我们是做到 这个可以用 如果是在dual里面 如果是做类似的financial report 就是说他要 回到 他会有两个setting 一般的一个setting 就是说他在report里面 这个权限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了 一般是事务所里面可能会有一两个人会有 我跟Dylan都会有这个权限 他这个就是说要 规划就是说你的所有的 不同会计 结构方面的一些 就是不同的报表 比如Family Trust 他的 报表的方式 跟 还有公司方面是很大不同的 non-profit 又是另一套report 所以他这个customer template 一般都在这边 然后等你到 进到客人里面的话 他的report原来蛮好找 现在就被藏到了accounting report 然后呢 你要 进到 Advisor 然后如果你 作为会计来讲的话 你知道这是个公司的话 或者比较常用的一个template的话 你可以 highlight出来 这个是在quickbook的话也可以的 也可以实现了一个过程 一旦就是跑出来report的话 其实根据你们公司 或者说跟事务所的一些设置 他的格式方面 稍微有不同 但原理基本上一样 他必须要通过channel account 然后report code 然后在mapping 然后你的note 然后各方面你要检查的信息的话 其实 这个方面会比较多 但其实 quickbook 他跟过一定改定以后 也会有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会改的东西 可能会比较细 他的report engine 是相对不一样 但其实之所以原理还是一样的 这些completion report pnl balance sheet cashflow report 还有些note 这是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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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的 然后最后如果是公司 的话 dereport 还有decreation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些 会计 包板 好的 好的 看不见吧 好的现在 我们下一个就要讲 division report 啊 division report呢 是在 deal里面 他 在quickbook里面 他 也是藏的比较深 他 团 回到这个设置 这个 里面 然后团到 account cashflow 然后第1个呢 你要去到advance advance的category 你这边一定要 tracking class 他叫class beginclass要打开 然后 这个然后这边就可能要 团 他这边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one to intel transaction 就是说可能在一个单据里面 你可以就是说有一 有一条规定 然后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改掉了 你不用每一条去做 这个功能我觉得是 有点使用 就是至少你给你一个选项 不像deal里面 还是只能就每一条必须要单独说 他没有一个 真正选项 就是说你整一张以默 或者说这都是一个tracking 所以这边的话就 回到了一个class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还是习惯用这个 但我觉得当时那个如果整个 产生都可以做的话 还是蛮好的一个提议 这边就打开以后呢 我们还回到 还要回到 然后在设置的话 你要回到all list 然后classes class就是说就是像对应的就跟0里面tracking一样 或者说我们平常所讲的division 然后这边你要把division加上去 然后做完 做完以后呢 你的report会在 你的所有transaction会有一个 匹配的一个过程 对他主要是说这个所谓division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比方说是想开了一家311 那其实现在不只在city开了一家311 那卡学日记也开一家 那各个如果说是在不同的地点开了这个 不同的分店 但都还是在一个公司 一个ABN下面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quickbook和zero 像这些会计软件 一般来说都也只需要开一个账户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需要加进去不同的tracking class tracking category 来体现出比方说city 阿凯学日记 阿曼古拉瓦 那这样的话每一家店都可以有自己的figure的输入 那跑报表的时候就可以跑出每一家店自己的报表 看到他们的盈利情况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我觉得 很多雇主啊他就不太介意 就是说其实他觉得你分分 其实可能会麻烦 然后最后交的税又不少 但真正你要做的时候 你要卖店的时候 你要不知道一家店挣钱 或者亏钱的话 其实是蛮大成本要单独在整理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日常的话 至少一个最好的一个 建议啊 我觉得还是该分能分开分开 然后即使banan sheet 不好分的话 至少pnl要分开 如果banan sheet能分开 那就太好了 这个就会很好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demo company 然后进到 report里面的他会有一个叫perfect loss class 他这个report是要分开做的 然后你在这边看到的会有一个 就是说比如说他的administration 然后north 这是基本上就是他的三个class 然后呢他还有一强的就是说没有分的一个class 就是大概就说可能就 当时在记录过程中啊有些class 他就是一些传贷生他没有必要记 或者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会放在这边 这个原理我觉得是跟 就是一样的这个他就说可能会比较清晰一点 对 然后 Dylan会帮我们讲一下 在 在zero 在zero里面 对 在zero中如果想要找到这个tracking category这个选项 也是 对 需要走到accounting 然后advance 到这个advance里面之后呢 才能看到有这么一个选项 叫做tracking category 你需要到这个tracking category这个选项里面去完成基本的设置 这样的话你在之后的bookkeeping 以及最终我们跑报表的时候才能看到 那在zero中呢他是有一个限制 他其实只能有 比方说像这个是tracking category 只能有两个 那这个tracking category呢 首先像这个是一个基本的 那是这个region 或者说叫location 那在这个下面呢 每一个tracking category 他是可以允许有100个tracking option的 例子上来说 但是这个名字 他的tracking的名字 是可以改的 对 tracking名字是可以rename 对他不用非得固定 但就是说这个是有个限制 因为比方说 这毕竟zero 他也是针对中小型企业 所以不能太复杂 这个tracking category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能限制 是这两个比方最常见是region 也就是所谓location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各种location 有100个 那对应的呢 还能再tracking的一个东西 可能是department 我们可以看到sales 然后或者说是accounting marketing 那我们这样的话可以创建第二个 可能就我们管他叫department 那这样呢 可以再创建 对应的是maximum 是100个option 理论来说是肯定是够了 那这个 但就是说在 这方面也是有个限制 那在zero中 一旦完成了这个 tracking category的设置之后呢 无论是做bookkeeping 还是跑最终的financial report的时候 都是可以选择 要不要跑出不同的divisional report 可以看到各个 tracking category下面的 对他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好的 而且我看到很多 就是说 澳洲政府习惯 他会有grant 或者有一些 辅助一些政策 然后很多客人他也会用R&D tracking category 或者说 EMBG tracking category 他就是为了一些不同的报表 不同机构做一些报表的时候 他会用这些 项目放进来 这个是在 也可以实现的 就这个东西会 为以后 日常操作过程中 收集数据过程中做一些标注以后 以后发现 做这些报表的时候特别容易 真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这个是我觉得 快捷方面就是蛮大的一个优势的 而且特别是作为如果是business owner的话 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各家店之间分开的情况 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当转 也许经常有时候看到 客人就是经常问我钱去哪了 经常会看到 一个生意挣钱 另一个生意已经亏的不行 就说很多东西 就是他们之前没有记录 没有 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 我觉得大家可以尽量 学习一下 或者说平常日常过程中 如果没有做的话 从一个 比如说从新年开始做 或者从下一个开证年开始做 这个 我觉得是有一个长远投资 一个 对 有一个潜力 嗯 好下一步我们呢 下边我们再做 pricing OK讲那么多 现在可能就回到了 比较大家比较可能 另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 因为 每个会计呢可能就会对 不同的这些产品啊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最后就说 价钱方面 都差不多 然后功能方面又都一样 然后 很多东西呢就有一些类似的 方向 然后都会有不同的优点 不同的缺点 嗯 我觉得呢就是这一次呢 可能会下一个结果 可能就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价钱 嗯 价格呢就是最后 我们一个要跟大家谈的 现在稍微等一下 现在就我们从 Lily那边呢 就是从悉尼那边 要了一个大概 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优惠价钱 现在呢 在 quickbook呢 就是如果是我们只是一个 只是会员 然后我们只有大概三四个员工 然后 只做一些日常记账的话 bank fee 功能全都在的话 大概70 就7块5 这个是好像比我们在网上拿的价钱 还便宜 对 非常便宜 非常实惠 对 然后另外就是Essential 就是7个员工 然后另外plus10个员工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当时跟Lily 还有就是说在 quickbook的员工也聊过 就是如果是一旦超过10个人怎么办 他们还有另一个solution 就是payroll solution 所以就这个的话 如果是小型企业 一般是应该是够用了 而且很多 我发现很多客人就说 因为他们 他们不想用会计软件 就是他们的费用太高 MyApp Zero的话 他们这些 还是有一些 对 有一些多少 有一些 我们也是难言之以 也算是 支出 对 企业来说 对 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 如果是因为这个 而且选用 如果是因为价钱的问题 而且用Excel的话 以后所产生的会计成本 或者修正成本的话 或者风险 会不高 所以我觉得 至少要选用一个软件 Quickbook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 出发点 至少的话 它至少能没有带给你 或者你的客人增加太多负担的情况下 会有一个完全比较健身的一个 会计软件 而且其实它用起来还可以 只要我们习惯了一个 或者万万习惯以后也还不错 都蛮好用的一个东西 另外就是说现在可能相对对比来说 可能现在就是我们说的Zero Zero现在就是Starter 然后基本上是25块钱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鸡肋的一个价格 而且就是一个比较难用的一个Plan 因为它限制你所有的 Invoice 出跟入只有5张 这个5张单的概念 就是基本上你要收个房租 或者说做个物业还可以 但也困难 有5张单 可能也会比较困难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Cashbook来用 是用Excel的一个结构 Standard大概就是这些没有限制 但你只有两个员工 但你的Auto 方面就是没有了 也没有 对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强的 就是在Quickbook比较强 就是它的 Payroll方面 其实我发现它是比较强的 Dero好改 好操作 好上手 但 它的Payroll功能 其实你必须要花时间设置 才能达到它的要求 Termination Pay也好 或者一些Panetal leave 像这些 出息设置也会比较严格 对 这些就是我 我觉得大家也要小许小心的一点 就是说你在设置 Dero的过程中 最好也是 稍微准备一下 或者说更如果不太确定的话 问我也好 问Deylon也好 这个我觉得要花时间要花到 然后要准备一下 然后Dero Quickbook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 好用 好设置一个软件 但 就用起来的话 各方面可能不如Dero顺手 这是需要大家 推敲的一个问题 另外如果是如果我们的客人需要AutoSuper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必须要Dero的话 必须要选PremiumFi 或者说更高的一个版本 这个PremiumFi的概念就是它可以付5个人 5个人的员工的工资单 这个5个人的员工工资单 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月 不管这个人是付财 扒财 只要出过5个人付费 PaySuit 就算就算一个人 只要出个PaySuit 给他这个月里面 就算了 但 所以如果是很多餐馆 他们很多casual 二三十个 然后他这个费用会增累加 费也会非常 对 现在基本上会计软件区分 除了一些基本的程序之外 比方什么billing 或者说是bankrack 它的一个基本的划分点都是payroll 对 根据公司的员工人数 来看你适用于哪一档的操作 比方说基本上是 可以肯定是超过10个人的话 基本都是在各个会计软件里面 都会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设置 因为中小型企业 然后像Zero的 他甚至官方有过一个建议 就超过50个员工的话 他都不是很建议你继续使用Zero 所以就是 因为客人好 这两百块钱 因为人工太多 这个你 特别要小心就是选 推入软件的时候也要小心 然后Zero跟 QuickHook 其实他都不适合 是做 人太多的 重大型 然后呢 之前有客人用了 ABT 然后Employment Hero 像这些 Deputy Deputy其实是一个 Timesheet的一个功能 其实他 如果你的客人 或者你自己 然后对 员工 pay 要求比较高 Dero跟Mile 都会 还有那个QuickHook 都会多少有些吃力 你要选一个大型的版本 然后其实可以 考虑就是说 Employment Hero 他还有 Wall Interpretation 就是说你的文件 Employment Unboarding 像这些功能 他反而会很全 但他每个 E 大概是5块钱 我记得他当时 平均成本是按照多少个员工 然后来 递家来算 但他真正是只是 跟你就是 做这个 做这个软件 做那个 Payroll 这个功能 所以他这块做的蛮好 就是 Termination Pay 然后算 Among Pay 很多都会计算好 然后Employment Hero 还会帮你做另一个功能 就是说他的那个 Award rate 每年都有涨 他会自动帮你涨 这个我觉得是 比较好 好用的一个软件 然后 Dero里面 这个功能肯定是没有的 这个就是他是最基本的 很简单的一个 Stray forward Persetting 一个软件 特别是Payroll方面 最早最早的 Zero是没有Payroll的 这个我记得当时印象很深 我们还要 他这个单独台刀 对 当时Paycycle 必须要用那个软件 才能用这些Payroll 然后 当时很多客人从Map转过来说 他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 然后后来就是很多 就是我们现在用 Cripbook Payroll方面 功能还是强很多 都有 所以就是这个软件 就是不要 根据 宣传各方面 被迷惑 或者说我觉得 真正是适合大家需要的 最好在使用软件之前能够跟专家咨询一下 跟快捷了解 就是你要 哪一款适合 你的快捷不顺手的话 或者你的 客人不顺手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 真正就是说 这个软件好用不好用 还是就是我们用的顺不顺手 然后能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不要让我们 去适应这个软件 毕竟软件都这个阶段了 已经应该能适应我们才对 好的 好感谢大家 今天 不好意思有点超时了 我们尽量反而说 45分钟 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 希望大家能得到一些 得到一些东西吧 然后 这是我们的分享 然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我们还会在这边大概 有一段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提问题 Vivian 如果还在线的话可以看大家 有什么问题如果需要举手的话 是不是可以unmute他们 好的 我在的 好感谢 大家知道怎么用那个举手的功能吗 或者大家可以在chatbox里边直接提问题 我觉得杰瑞他们也看得见 应该有人在 应该有人在问问题了 对然后现在 Rosie就在问了 就是说现在 Cripbook优惠是一支友 他们 这个我们可以跟你 可以帮你联系 就是 Lily 在悉尼的一个 Consultant 她是现在 她的地区经理 她是主要负责华人 这部分的一些地区经理 她很给力 我觉得她 各方面她很帮忙 然后跟我们做一些培训 上次来帮我们自己内部 因为我们 对 最早的时候 对 Quickbook 是完全是 很提出的一个心理 其实对 最早的时候 我们有些客户 他最早 他就 Quicken 然后结果 功能比较简陋 比较简陋 然后他 就是 很多 就是Local Local 而且他的文件 特别巨大 就是基本上有一个时候 还是做到一个 一个G的 文件 Quicken是很早之前 后来是被 Quickbook 从美国那边收购 所以他整个软件 办 rebranding Intuit 这可能还是跟Lily那边 确认一下 他这个软件 跟原来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的一直想要切入 澳洲这个市场 在美国 他其实是 应该是最大的一个 软件 供应商 因为他们 在美国每个州的 payroll 各方面都不一样 而且他们的税法 都不一样 Quicken在那边 其实还是很通用的 我们 有几个客人在美国 建训分公司的时候 他们 我们一直想要推 ZERO 但他们就 很坚持的拒绝 所以后来我们就只能用 Quicken 然后 Quicken还有另一个 Quickbook Online 所以这个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 ZERO Rosie的话 你可能 可能最好还是跟 Lily 联系一下 如果你需要 她联系方法 我一会帮你 把她 发在 把她的联系方法 推到群里吧 然后如果你们这样没问题的话 你可以跟她直接联系 我不知道她今天在不带群里面 如果 Lily 你带群 再听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 说一声 我发群里吧 对 不要讲老师了 没有 太客气了 没有 大家都分享 学了很多 像Mile 对于ZERO Mile 最近这两年 他感觉他的更新特别少 然后我觉得他的 活跃度会 低很多 对 其实他这个优缺点的对比 主要其实还是要看 使用群体 因为如果是给客户 就比方说像这个 ZERO和Quickbook 它最大的优点就在于 它是能够帮助中小型企业 自己 去做 Bookkeeping 或者说他们自己内部会计去做 那Mile 对于他们来说 就会稍微有些困难 Mile 的功能其实是很强大的 我个人认为 Mile 的功能其实比ZERO和Quickbook 都要强大 但它的操作 比较困难 它需要有比较专业的培训 以及会计背景 我们这边 基本上 接手的使用 Mile 的Client Small business 的话 Small to medium Business的话 他们最终的结果都不是很好 来找到我们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处于 要么就是Mile 已经用的不好了 然后想要换 然后或者说是这个数据已经不准了 想要重新做 这个基本上都是对于这个使用Mile 的情况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 已经很久了 它比ZERO和Quickbook 都要久 那它的这个老牌的 会计软件的功能上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主要就是说操作上呢 反而会需要更严谨 更有会计知识才能来完成这个操作 其实我最抓狂就是 它在把那个 Accounting period给你lock住 然后你两年或者三年之前的 就是数据看不到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 违背 会计原则 你要保存5年数据 你把我数据锁了 这个我觉得 我还是有所保留的 对Mile 然后它主要是Mile 你接触或上手的时候 会有一些困难 对 主要还对于客户来说 而且它几个版本之间的兼容性 好用 但我们现在用的越来越少 客人用他们 除非是他们用一些免费的 就最老的一些版本 还在延续用 Mile如果你们还有客人在用 或者你们自己还在用的话 就是他网上有一些 Dalabase可以更新 他们最新的一年的一些数据 还有一些就是payroll tax payroll table 他们也可以从第三方买 大概十几二十块钱一年 他们很多客人还是用这个软件 就是也是因为便宜 我也能接受 因为就是他的 就是这个他主要他的那个 至少比Excel好很多 所以一定要就是说如果公司有一定规模的话 还是要用一个快据软件 这个我们用的 用的比较少 对 Mile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就是说你一旦转另一个文件的话 其实转的差别 差别蛮大的 软件软件之间其实差别还蛮大 如果Mile就是 对是会计使用的话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是对 大家都做熟了的话 特别是其实很多老牌的会计事务所 他们完全是 他们的那个 就是特别是那个 街面 比如说 Accounting Accounting Percent 就是像 Ao 就是Accounting Office 和Accounting Enterprise 他们的功能会比 Zero Recording 跟那个 强很多 这个是 没有办法的 见面紧错 对 就是说他设计 对会计来讲 会好用 但如果是对客户的话 可能还会有 有些比较 对客户来讲 上证就可能 但 我们一直很向往 就是说Ao跟Ae的 就是他在Mile 就是他做 还有 财务软件的那些 优势这个是 我们一直想要沿用 或者想要搬用到 Zero里面的 因为Zero他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或者说 Online这个问题 他是Single Ledger Accounting 跟客人之间看的是同一个数据 这样的话会决定 你问你自己 在旁边收拾 我说我没两天 但是大概接下来 你好 我现在听不太轻 能大点声音吗 Jero 我现在看你的问题 在Jero中 Banking里面的 Account transaction 有很多reconsole的transaction 如果会计的被 reconsole的transaction 被Allocated 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用 Find and Recall的 Function会比较好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通过 Find and Recall里面有很多很细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 看他的status 已经reconcealed transaction 然后在选择时间 这样的话 把所有的transaction 都能找出来 可以一次性看到 每笔transaction 被扣到了哪一个 对 这个Jero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问 就是这个 比如说现在就 在这边 bank bankrack里面 已经很多 已经reconcealed 比方说已经reconcealed过的东西 不是他已经准备起来了 而且不是说 我不知道他接着的 就是说我现在帮你share一个屏幕 我先帮你share这个屏幕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没有点 不用点ok了 对他说已经点过ok之后呢 然后到accounttransaction里面 是吧 应该对 已经就accounttransaction 已经reconcealed过的transaction 那这些呢 你是需要通过 如果只通过这个页面 你必须要一个一个点进去 才能看到他被放进哪个account了 那这个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accounting 然后呢 finally call 在这个里面可以尽量多选择一些 不同的这个 criteria 或者filter 我们家的cognition 有时候找的话 只要能看到 你点点那几个传贷生 光改那几个传贷生 对对对 然后比方说 像这个status 我们就可以选择 他是哪一个状态 如果说是已经被reconcealed过的话 肯定是已经被pay过的 然后呢 甚至还可以看到 是什么时候reconcealed的 然后你选择日期 在哪一个bank account里面 都可以把它全部narrow down出来 然后再点击search 这样就可以看到 所有 已经reconcealed过的transaction 他们被放到哪一个account 对还有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们就 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会计的话 我们就在还有另一个就是 我一般不会给客人 讲这个 但就说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好用 就是比如说你像cash cash coding 这个其实是蛮强的一个工具 比如说你现在 这是你所有的bank statement 然后我一般就会 bookkeeping他几年没有做了 或者几个月没有做的话 一般就是想 点这个然后再点shift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 配议的话你已经是它 reference的话你可能就说 bcc write pocket write 像或者说你的account 这是description你可以随便写 然后account的话 假设我们就是office 就如果是pocket 应该travel travel deland travel 对 然后呢就这边的话我就可以是travel national travel 这样好其实它像JT各方面都可以很快的recall 然后有一个tricky的地方你一定要点 safe and reconcile selected 这会很快然后region的话你也可以过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另一个想要问的东西 主要想看review reconsole的过程是否正确 哦已经reconsole 主要目的想看review reconsole过的是不是正确 那其实如果说 还是可以通过那个finery code的方法 来查找所有的transaction 因为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在记录过程中 放进去的contact名字是什么 还有description 那通过这两个 当然你必须要在初步计算初步录入的时候就要把它们填上 如果都是流程空白 或者说是直接沿用了bank statement里的transaction line的话 那这样的话它起不到一个有效的指示作用 那只要如果说是一旦录入过比方说像这边 我们都有起过名字叫dick smith 然后或者说是个abc furniture 那只要有把contact的名字放进去 然后再加上 试弹的description的话 那通过finery code就能看到 然后呢 他也会显示出所有的account 可以看 可以帮助你来 查看一下 比方说像这样 就是说这是nab 这是他的bank fee 以及过程中都可以有 越完善越好 然后加description 就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东西翻去bank fee 是不是对的 这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可以快速review的地方 除此之外的话 就可能可以去跑一个transaction report 但那个contact report的话就更细 起不到像这样 可以把你narrow down时间 然后以及说是在哪一个bank里面reconsult过的 这些方式 对 还有就是说有些report 你可以就是现在新的report engine 就像 还有我们 就是先 查错的 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软件 想要实现这些AI 一些测试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progress 比较慢 现在我们现在还在收集一些 接着这些数据 大概还得一两年才能看到一些真正 AI各方面会帮我们省到时间 我们一直在尝试着用 bass 然后就 AI去查这些bass 对不对 但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比如说像这些report 记得他还有一些report 可以放 customer report 比如说像 accural cash percentage 然后region 然后另外还有 有时候我们还会比较常用这个就是 那天我也刚看到一个东西 account receivable 因为我们在做bass的时候会有一个cash 还有cru bass一个区别嘛 然后这边的report setting这边其实他现在已经开出来很多 你可以做的东西 然后这个 后来是我发现 跟 这我也不知道 后来是跟那个 跟我们的会议 跟我们的会议 Yolanda 还有跟你在聊的时候 我发现 哦 还有一个outstanding gsc是多少 因为你在做bass的过程中 你要reconsult bass 然后你要知道cash base跟crube 之间差多少bass 然后你的bank account 然后你的balance sheet上差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一旦显示这个bass outstanding bass 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在你的bass 那个quarter end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的话 其实你在做report 的时候也会蛮容易的 很多数据他都可以抓到 嗯 迈 两 哎 两斗 迈克 我就再看一下你的问题 就是finery code 实在强大使用 去mark一下 对这个 但这个对你的audit trail 就比较 比较难做了 就是说 所以我估计你要做的话 你要一个journal改 不能跟我们直接改原始数据了 感谢 但想问接着 能不能直接运看 所以我再想看 在这儿能不能看到 请问 接着的 我就不确定我当时有没有回答你这个这个你回答回答到你的问题啊 如果你要再有问题的话 你看或者没觉得还不太利益的话 你可以到问我 或者先下 你可以直接联系我 嗯 请问 请问解释 做reconsult 这个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把他们踢出去 这个暂时做不到 因为他也是个限制 他是cloud base 所以他的single ledger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最 他主打就是能够同时使用 但是 对 但如果说是有一个 你一边在做他一边在改的话 那可能 是就是 是指就你也在reconcile 他也在reconcile 这就比较难 对 那 我觉得 这边我觉得我们唯一就是能做就是把它lock住 对 但这个只能是就是说你不用再做东西 然后想要把它lock住 这样的话 他是不能再做任何的更改的 对 这也是个方法 但如果说是确实你也需要做东西 那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我还 另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客人就是那个他做的表达 他客人比较多 然后 我就把所有的客人方面的权限都降成了advisor之下 对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给了锁住 sell all other users except advisor 就只给你自己advisor的权限 就相当于把他们从那个period之间就是比如说2019年 我们现在把它锁到2019年 然后把我们自己呢锁的可能就是2018年 一般我就会先把它锁掉 比如说我现在把我们锁到2018年 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visor还能其实还能改19年才年的所有数据 但客人的话 是不能再改这个 这个时间之后的之内的数据 他们已经锁死了 不能再动了 然后 只能这样 或者说我就有时候做完bass 以后就把尽量不给客人的visor的权限 如果他们不真的不是expert的话 但如果是他是subscriber的话就比较讨厌 他可以把自己这样升级成了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小心 他发现很多客人非常creative 然后另外就在 accounting这边其实他有一个 后来改到去哪 就一个 一个audit 他有一个audit trial 就是可以改到看到谁在做东西 history history那个 在哪 在那个 accounting advanced 他会有一个log 就是说告诉你谁 assurance dashboard 这个是可能 麦 我们会长可能会用到 这个东西就是说看是谁在动 谁操作什么东西 然后 bank account 谁改过 然后 contact 谁改过 invoice 谁改过 其实他这个log systemlog 会蛮多的 这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最基本的accounting下面就有一个history accounting advanced 就accounting的直接在最下边 他把他拉到最下边 这边 没有 没有 没 出来 advanced 在这边 history note 这就是一个 蛮强的用 我觉得还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说在quickbook 我可能 不能不提 quickbook里面 就是当时lilybomb看了一个东西 就说 他会在做下次报表 是会告诉你 说你在上次做报表 跟这次做报表之间 哪些数据是改过的 这个我觉得是 相当好用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避免了 就是我们在做过程中 我的 wordpaper又错了 怎么回事 一看 就哥们改过 这个是比较 比较常用的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 跟quickbook再了解一下 然后第二个方面 其实他所能做 就是告诉你谁改了 或者怎么改 然后这个东西你要找的话 还是要自己找的 尽量 你在做client file 之前 我觉得 强烈推荐把所有人都给降级了 然后再把它锁出去 但不影响他payroll 不影响他正常做东西 但就不能做 他就不能做find recall 不做catchbook match new journal 不可以做 这是唯一的不好 所以就 我觉得如果是一两个月 或者说一段时间内 我们可以把账做完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尽量不要给client 这些信息 嗯 好的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谢谢David 谢谢Jerrod 还有Rosie 然后 麦克也很给力 很给面子 然后麦克会长也回来我们 这个活动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那个Jerry 就是 布里斯班这边 做的这个一系列的讲座 之后还会想涉及到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是陆陆续续跟大家发布 还是你今天也有一些想法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次呢 就是我本来就在10月份 当时安排了那个 State Planning 然后那就是我们 很多客人就最近 牵扯到很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 有的 不是这个 State Planning 华人 一直很 很不想 很不想谈的一个问题 生死啊 或者说 离别 这种东西 就是大家很避讳的一个话题 但在过去几年啊 就是我们的客人也好 我们的朋友也好 就是 有 trauma 有breast cancer 然后 我们的邻居也是大概 才30多岁 刚刚生完两个孩子 然后大概孩子还不大 也都过世 就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 要考虑 要被客人考虑 所以我们想 明年会我们会宣传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可能像至少我们的会员之间 我们会理解的东西 因为上次也作为一个 简单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就是 保险的一个题目 然后之后呢 我们想慢慢引申出来 就是说如果是 你有养老金的话 你养老金怎么用 然后如果你有 财产的话 你的will怎么定 而且就我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是有海外关系 还有海外资产 还有 很多 星期还有很多 风险也在海外 所以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是要 考虑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做 另外 Dylan这边 他还有就是在定期做一些培训 但 12月份之前可能来不及了 就是之前我们也会有 一些小班的一些培训 我一会呢 会把那个 他培训的一些Lending page 会发在 群里面 这个的话就是 就是有这个Lending 有这个培训的信 有个coupon code 大概会 省100块钱 正常是 两种形式 一种是小班形式 一种是在大概 可能就是说一个人 就是一对一的一个培训 大概半天就是660 打这完以后 如果是 小了group的话 他会讲全天 就是这个的话 可能会对我们会计会有帮助 另外就是说在 Zero里面 你可以考一个最后 Zero Advice 他会帮你在网上尝试一次 但要如果考不过的话 我们会尽量 劝你回去再复习一下网上的一些资源 然后再去重新考 但我们会辅助你帮你再考一次 第一次考试 这个就可能会两种形式 一种是 一对一 另一种是小班 四个人开始起 可以做 这个的话 十一分之前我就不确定还有没有时间 再做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大家跟我谈一下 如果有特决要求 如果有小班的话 我们可以再等着安排 这个以后再看了 然后明年的话 另外我们还会 就是再发展一些新的会员 做一些 还是跟大家相关的 把真正像这些 大家能学到东西的一些 讲座 因为之前做过几个讲座 然后East Day Planet 这次之后也没做成 就当时那个律师那边 突然有Coffy Case 他要去 然后他会整个 其实很多会员已经报名 二三十个会员已经报名了 当时我们不得不取消 也是因为律师没有在的话 很多东西我们能讲 能讲的一个大概概念是什么 但很多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 还是需要律师来介入的 所以当时这个就推迟了 应该会在新年里面会重新推出 对 好的 今天的确是有史以来我们半月谈 这个时间最久的一次 大概有一个半小时 大概是平时 因为我平时就半小时 今天来参与的人都是 听的是 一次来 然后听了三次的课 也感谢大家 就是大家在家里面 已经这么晚了 还有进行我们 在虚拟的话 对对 大家都很耐心 而且还在 还在 在问问题 说明大家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 我在听得见吗 听得见吗 我现在听不到BB讲话了 我大家听得见吗 喂听得见吗 喂听得见吗 能听见我这里能听见 那是Jerry听不见我吗 那我继续说啊 如果大家都听得见我的话 那我非常感谢 今天大家这么有耐心 继续来听 这么长时间的一次半月谈 然后呢 我们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 因为那个Jerry是在我们 布里斯班的一个群里面 那大家如果想要加他一些微信啊 了解一下情况啊等等的 到时候可以 我会把他的那个微信 发到群里面 大家可以单独加一下他 也方便大家可以在私底下问一些问题 那反正Jerry呢 就是也跟大家沟通了 他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讲座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会计半月谈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在群里面 卸了一张这个我们的这个下一次活动 一月 12月9号的这个活动的二维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扫 啊 那么这个活动是我们请了两对CFO Couple 来分享他们这个生活和职业生涯之间是如何来 Balance的 很有趣的 topic 我现在再把这个二维码再卸一下出来 大家呢如果下周一 在悉尼的 如果是中午有时间 那请大家就是可以有空来参与一下 我们是有提供午餐的 啊 所以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欢迎大家来参与 那今天的这个 会计半月谈就圆满成功的告一段落了 谢谢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一维码 大家还没有车的话 Jerry在微信上让我跟大家说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Vivian 嗯,没事,还有8个 他在录,他不知道是谁的电脑 back